有几个包袱 这个是优衣裤的 给我老公买了一双拖鞋 然后我自己有一双拖鞋 女老鼠的那个系列 然后这个是给她买了一套睡衣 就是蓝色上衣灰色的裤子的 可放的睡衣 然后看到那个女老鼠可爱 我就买了个卫衣穿 不要其实是想买这个 我觉得这样高绒的衣服 也可以穿在冬天大衣里面 它里面是这种绒绒的 挺好的 现在是周六的中午1点 我知道太晚了 但我确实是刚起床 然后起来把衣服放进去洗衣机洗了 然后我早吃了点叉烧包什么的 然后起来把房间收拾一下 把被套什么那些都洗了 然后我现在敷个面膜 因为周二周三回来之后太累了 主要是坐那个大巴特别堵车 我下班时间回来 然后就4点的车 我去的时候9点半才到那边 然后回来是9点才到车站到家9点半 然后等于我坐车就是去的时候 坐了5个半小时回来坐了5个小时 然后那大巴椅子是那种凹陷的那种凹的 然后就坐得我背特别疼 回来之后晚上就都去练瑜伽 然后也特别困 因为我在车上的话也没睡着 因为早上班前就喝咖啡了 所以我今天睡了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懒觉 就是我从昨天11点睡到了 刚刚12点多才起床 睡了差不多快有13个小时 对13个小时 然后我现在敷的面膜就是 就是上次在纽约的时候买的那个Seven的 这个就是它新出来的那个系列 Anti-pollution rich的一个保湿面膜 它说是rich我以为是那种特别厚重的 但其实不是 就那种特别软 你涂上去就薄薄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白色的 然后这种是软管的 挤出来挺多的感觉一支应该可以用很久 我觉得应该不错吧 我感觉它吸收挺好的 而且皮肤感觉挺水水油油的那种 然后眼睛那边透明的这边 有点黑眼圈 因为去纽约那几天没睡好 晚上因为住time square那边特别吵 就没睡着 早上6点就起来了 就黑黑的黑眼圈特别重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CC的眼膜 这个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和质地 可以凉凉爽爽爽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冰冰箱里也可以更舒服 应该 就特别喜欢这个 我一般涂抹式的 就会面膜加上这个眼膜涂抹式 最近 如果是那种贴片式的面膜 我就用那种贴片式的眼膜 就附在面膜的下面 准备敷好之后 我们就出去吃个饭 我们现在在优衣库 Nuber的优衣库 然后刚刚买了一个奶肉咖啡 然后今天我穿的是这样的 里面的内搭是Evelyn的那个会衣 黄色的卫衣 然后这个外套是之前网上买的 有一个优衣裤的 然后一个Fair Grammo的小包 裤子也是Evelyn之前拍过的 然后穿了一个 Golden Goose的猩猩鞋 今天特别冷 所以我卫衣里面还穿了一件简单的那种白色的打底的T恤 好我准备逛天喽 好我准备逛天喽 雨过天晴 谁让你说话了 不解说一下吗 我们刚刚在Nuber逛了一会儿 我们刚刚在Nuber逛了一会儿 逛了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主要我想去优衣库 把我上次在网上买的那件米老鼠的卫衣退一下 因为我买感觉有点小 我准备因为它店里没有一样的衣服 我就准备在店里退了之后 在网上再买一件大好的 然后顺便就逛了一会儿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回去 然后去在美容看电影 看那个电影的花式 那电影叫啥 叫什么 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反正是V.E.N. Tom Hardy 不知道怎么读那个词 反正是惊悚片是吧 科幻片 科幻惊悚的 我们准备去看看 刚刚到家 看完电影之后 我们去吃了个晚饭 现在有点我晚快十点了 那个电影叫V.N.V.N.V.N.V玟 对吧 V.N.我现在会发音了 叫V.N.V.N.那电影就是那种 我居然有174宝 174宝 因为刚吃完饭 因为我那个电影是科幻片 老公对吧 科幻片 然后就是那种 就是爆米花电影 叫什么 爆米花电影 那种就是 两小时的电影的话 你就在那 就不会困 就慢慢看 然后也没有那么精彩 但是就挺好看的 我觉得是细事情 那你续 你续说 光束 然后给你们看看 我们下午买了什么 里面买了一条 冬天真枝的 然后 在晚里买了一条 那种冬天的真枝的运动裤 其实好像是去年 就有这个款了吧 但后来去年就 快天热了 我就没买了 这种腰上是寄带的 然后有两个口袋 然后是那种 松垮的那种休闲裤 就真枝 冬天穿应该挺舒服的 冬天 周末的时候穿 然后经过 Lululemon的时候 正好在打折 看到一个 之前没有我的马的 那个打折的上衣 这个就是那种 戴布拉的上衣 吊带 做瑜伽的时候可以穿 打下来是39 就挺划算的 最后一件了 正好 然后这个 这个是没买什么 这个是我本来想打算拿去 干洗的衣服 然后没去成 准备明天再去 今天是星期天 下午已经一点多了 我们现在来Costco 准备买点矿泉水 买点大瓶的矿泉水 家里烧饭的 然后是 然后买小瓶的矿泉水 就是 这是飞拉的运动裤 然后买小瓶的矿泉水 准备健身喝的 是不是 看到Costco 竟然有卖这个 飞拉的运动裤 而且是加荣的 它才13块9毛9 好划烧 这个好看 没拍到 买了什么呢 买了桑文鱼 葡萄 小番茄 芦笋 还有什么 你为什么在后备箱摆这么整齐 等会油门一踩不都已经乱了 这样子都乱了 现在大家都放了 好 矿泉水 哎哟 在中国超市买点虾 骨头 火龙火 这个人想 这个排骨汤 排骨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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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炒个虾 手忙脚了 下班 然后到了一个包裹 它上面写的是Nepotate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双高跟鞋 我上周在上面 其实上不是上周 我之前就在wishlist里面就添加过 然后觉得太贵了 就一直没买 之前都穿的是同一双高跟鞋 然后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小包 这个是什么 啊 是那个高跟鞋的鞋底鞋跟 如果磨坏了的话 可能是可以自己去补上去的 然后是一个鞋子的防传袋 鞋子的防传袋 然后打开来的话 因为我尺码是没有试过的 但我就是买的我平常的36.5码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牌子是不是正码的 我买的就是36.5码 然后其实我看过官网 我觉得我可能最喜欢的高度 是7厘米那双吧 但它没有7厘米 所以我买的就是8.5厘米 现在是火腿上没有7厘米的 然后我那双Jemmy 去的也是8.5厘米的那双 然后我觉得可能应该也可以吧 虽然说7厘米可能穿着更舒服 但8.5的话 是不是可能穿着更好看一些腿型之类的 然后我买的是哪个系列呢 就是当时我看尖头的它有两个系列 一个叫Decolity吗 是这么念吗 我不是那么不念 可能是法语 Decolity554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Pageli吗 还是 那就是这两个系列都是尖头的 然后我具体查过区别 就是Decolity吗 Decolity554这个的话 就是说它那个鞋头是最尖的 然后另一个P打头的那系列的话 是稍微这里会圆一些 然后我看过对比图 然后对比图看出来就是穿着脚型的话 都是这个最尖的这个系列是最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最尖的系列 然后买的这个是全包的那个 然后它有那种就是这边半边是不薄的 我觉得那个可能更适合夏天 我觉得经典款我就偶尔买一双的话 还是买这种中规中矩的 然后我这次买的是一个裸色 我觉得更百搭一些高跟鞋 如果它还有黑色 我觉得可能太沉重了颜色 我就买了裸色 然后底是黑的 高是更高是8厘米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现在准备试一下尺码对 我刚刚用那个3M的鞋底贴 给它贴上了 然后它因为是高跟鞋 我就只是贴了前半部分的底 然后边上给它剪一下 这鞋底吧就是贴了之后 一个是保护鞋底 而且它还防滑 我就基本上就是贵的鞋都会贴 就是比如说 我鞋柜有点 比如说像我这个 这个也是贴了的 而且如果说鞋底 如果现在拿掉的话 可能就是还是白的 因为其实它脏的是鞋底 这个鞋贴了 包括我这个的话也是贴了的 都贴了前半部分 其实因为这边后边中间的话 其实根本不会碰上 然后我这个粗跟子 所以鞋底也鞋跟上也贴了一些 刚刚带了一个快递 第一是我在Skin Store上买的 主要是想买这个眼罩 因为我原来买的那个棕色的眼罩 让我老公用了 然后所以我给我自己又买了一个粉色的 然后它是七五折我买的 所以其实我这个想买挺久了 就是在各种网站 我都加在购物车里 看哪个打折我就在哪买 然后现在七五折买的 然后凑了个免运费 我就买了这个的一个MIST 正好想着喷雾到时候在办公室里可以喷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 然后我四点预约了洗牙 所以现在准备出门去洗牙 洗完牙准备晚上回来之后 我们去天哪堂看那个电影看《无双》 刚刚早上因为我明天想跟朋友去 有一个万圣节一个鬼镇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今天就改成在家白天的时候在家打扫卫生家里 然后洗衣服我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现在洗完牙就完成了这个周末的事情 明天就可以出去玩了 我们看完电影 好看吗 好看的呀 好看他他都没看懂 然后还在看别人讲解 没有他有很多逻辑上的问题 逻辑上他就觉得人家拍的没有道理 有些地方在被交代 你就看看就行了电影嘛 我们现在到咖啡尼奈肉来稍微休息一会儿 这个人来了一个小蛋糕吃 他说他给他弄咖啡的人是新来的 给他弄了一团白的根本没有爱心 团白的可以的 一团 为什么把它都弄出来了 都弄外面都是 真太酷了 有点疼 走了 我们准备休息好 然后去朋友家看小宝宝 我们准备在这里 咖啡店里面先休息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小宝宝 然后刚刚逛街买了一个 买了一点小孩的东西 准备带过去 刚刚去了超市 然后刚刚去了超市 然后现在准备去健身房 健完身回来之后 准备吃饭 刚刚我已经把西兰花做好了 然后 快把鞋子穿上呀 快穿鞋子呀 尿烦 老姑快来看 干嘛呀 到了两个包裹 今天应该一个是 优衣库的这个盒子上写了 然后 还有一个是 尼文马克思 他就是这次是有 八折的那个美妆 然后买了点护肤皮 就特别划算 因为他八折 然后我是用了一辈子的那个 反线 他有10%的反线 所以尼文马克思那一单 基本上 就相当于是七折左右吧 然后加上睡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优衣库 我记得我买了脚垫 然后还买了什么 这个是单子 我买了一个这种土色 土色的一个卫衣 摸上去不是很软 它也不是加绒的 它也不是加绒的 感觉挺薄的 感觉挺薄的 这种一个卫衣 感觉不是很好看 对 然后它也不是加绒 好像还有点大 可是已经是最小好 等穿一等 等会试一试吧 试试看好不好 如果不好 我感觉不是很好看 可能会退点 然后买了一个 oh no 这是什么 这是blanket 是个毯子 我以为我买了一个脚垫 天呐 这么大一个毛毯 我买了一个小生威尼的 天呐太大了吧 太大了 然后这边是毛茸茸的 天呐完了感觉太大了 这都可以铺床上了吧 但是好舒服好软 而且只有30刀 但它应该就是一个 嗯 普通棉的 哎呀 我以为它是脚垫的 看错了 天呐 给它叠一叠 看看要不要铺床上 要不要我就 这个也是可能会退 然后是我米老鼠买的一件 不过已经 之前那件买的 其实我买过了XS 然后那件穿的好小 它这个系列特别小 所以我又把那件推了之后 买了一件M 这个M可能看着oversize一点 就那种淡粉色的 为什么我感觉好像M又有点太大了 天呐好像M又有点太大了 好像M又太大了 应该买S的 完了 今天怎么这一袋又一裤的 好像都不好 这个是买了一件这种秋冬的这种厚的衬衫 然后我买的也是这种一个土黄色的 然后这个土黄色的 这个衬衫好像蛮行 特别重 得套一下 这个衬衫抹着还行 挺舒服的 但我本来说是想这个衬衫 配我今天身上的这个背心的 就是之前去纽约的时候 Other Stories买的那一封 但是好像这个颜色跟这个不是很搭 我的话 试试搭不搭 感觉MV铺这块地的包裹 什么样的东西 我可能会退好几样 买了一个香气卡的这个 Vital Essence的一个精华 是补水的吧 是我同事给我推荐的 然后它里面是这样 一櫳 一櫳 是这样的 就这个 正好可以秋冬的时候用 然后是一个香气卡的 我买的一个颈霜 Bio Lifting Neck Cream 因为我现在用的颈霜 快用完了 所以就买了一个颈霜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在Money 在Astropology里面买过五小片一个包装的 然后我觉得挺好用的 所以我买了这个牌子 它的这种盒装的眼磨 比那个小包装的更划算 它就是那种胶状的胶状的那种一片一片的 把它撕开来给你们看 然后有一个小勺 然后有一个小盖子 就是这种胶状的一片一片的 极量肤色 然后保湿的那一个 所以我买了这个用 今天本来想去博物馆开那个维尼熊展 结果下大雨 还好多人没买到票 我们就转站去Pudential逛了一会儿 还有朋友 他买了件大椰 然后我自己稍微买了件 东西 没啥 主要是去吃了个火锅 在Clamona 买了个项链 冬天的那种毛衣链 特别好看 就是穿在那种毛衣外表挂着 肯定特别好看 这种 特别好看 现在可能看不出来 到时候穿着毛衣 我拍了照片 然后我会放在视频边上 你可以看到 然后在斯福兰 终于还是把这个 古达beauty的这些九宫格 还是给买了 上次就想买 一直觉得好像自己不太会用 但还是买了 然后在Neman Marcus逛的时候 之前分享这个眼膜就很好用 我在Instagram上发了图片 然后正好看到店里有面膜 然后我买了一个保湿的用用 它4片是30刀 税后是31块多吗 好像30几分 但是其实还挺贵的 一片大概要七八刀吧 但是那个Sales就一直说很好用 所以准备买一盒试试 然后买的面包什么的 其他也没买什么 然后我老公买了一副裤子 那是 5 1 2 3 4 1 1 1 2 1 1 1 2 1 1 2 2 1 Let's do the swingings Face the first person, face the first person on your right Swing right, swing left, swing right, swing left Ready to go And now the swing And forward and back Farward Make it march 我们刚刚跳了一下午的苏格兰舞对吗 Scottish苏格兰舞 因为我们朋友他婚礼上需要我们一起跟他一起跳那个苏格兰舞 然后我们练了一下 今天是周一 然后回来之后收到的快递是The Honest上面上司有一个额外舞者 然后我买了一个Theory的那种打底衫 就是可以穿在毛衣里边的那种 然后特别划算 盐价大概是两百刀吧 就是这种自由领的这种Theory 自由领的那种棉的可以穿在那个毛衣里边的 然后而且正好还有我的马就是最小的那个屁 特别舒服 而且它这个不是说只有棉 它里边是有百分之大概二三十的羊毛的吧 就特别舒服 也很暖和应该是 原价我期的是两百多吧 嗯不知道 然后反正我是才花了三十多 买的就很划算 刚刚回来又来了两个包裹 因为波士顿这边天很冷了 所以我靴子的话 嗯没有什么短靴 只有一双那个黑色的短靴 然后我想 我记得我买的应该是棕色的 我买了一双带毛的靴子 在Shopop上买的 因为它 嗯 当时是正好有一个码 就是可以 双11的码 可以打八折 所以我买了一双这种 带毛的 感觉是棕色的 就想着一双黑色一双棕色就可以穿 就是Amazon上面买了这个一次性的小毛巾的 嗯 是干湿两用的 嗯 我在国内淘宝上买的就是那种 也是这种一包一包的 但它就是干湿两用 抽出来它是那种像一次性小毛巾那种类似的 这的话我之前在我的自己的朋友圈发货 就是这个牌子的Winner 就类似于如果你用过全面石 国内全面石大呀 各种小毛巾那种牌子的话 嗯 它其实就就类似的 这个而且我觉得 就价格其实也差不多 国内肯定便宜 但国内如果我买了之后还得带过来 或者是要用快递公司转运 就其实价格总的算下来是差不多的 它这就写了是干湿两用都可以 然后我是这次买了六小包 一块是三十几道 而且Amazon Prime就是两天就到了 就这种你就一盒直接放厕所 洗水台边上就行 就我像我这样就是 洗脸是都一次性用这种一次性毛巾洗脸的话 就也可以买这个 因为我是不用毛巾的 不用毛巾洗脸 有 Matthew 我很容易吃 如果不够尽 那么压倒